副总统赖清德先生都公开的指控 我是共产党员 那请赖总统拿出证据来 如果他有证据 我愿意中华民国注销我的台湾身份 驱助出境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身份证 中华民国给予我的身份证 我跟所有的台湾人一样 取得身份证就可以办护照 所以这是我的中华民国的护照 也就是说 我跟所有的台湾民众一样 我今天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应该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 同时我也应该享受中华民国 给予我的公民权益 媒体上面在质疑说 我是不是还有大陆的什么身份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陆你们也去大陆 如果有去过申请台胞证 申请台胞证 我们第一次就要提供 放弃大陆户籍的证明 他这个联网一搜就搜出来 如果大陆还有户籍 他是不会给你办台胞证的 必须要把大陆户籍放弃以后 才能办台胞证 因为是民众党不分区提名的名单出现了我的名字 然后呢就有民进党的立委开始质疑我的背景 连副总统赖清德先生都公开的指控 我是共产党员 我真的是何得何能惊动到副总统 点名我是共产党员 他有证据吗 我在此在这里声明 我不是共产党党员 请赖总统拿出证据来 如果他有证据 他是副总统 他可以出动国家的机器去调查我 如果查到我在大陆是共产党员 我那天就讲了 我愿意中华民国注销我的台湾身份 驱逐出境 我愿意 但如果说副总统没有证据的话 他要给我一个什么交代 我愿意中华民国注销